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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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是今晚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是大华茜茜 香港研究部策略律师杨允锐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Curtis 今集大事是什么? 今天先留意中国内地会出些数据 对 会有CPI和PPI数据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价 标指和纳指在创新高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到 担心长期维持利率过高 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 道指轻微高开 在鲍威尔说话之后 一度跌近200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52点 标指在破顶 收市升4点 收报5576点 升幅0.07% 另外纳指金龙中国指数 上升2% 纳指收市升25点 收报18429点 升幅0.1% 欧洲股市要向下 法国和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 焦点美股 Tesla升3% 年升第10个交易日 苹果靠稳的再创收市新高 Google和Amazon的变动不大 NVIDIA股价收市升超过2% 英特尔上日升6% 星期二再升2% 亦是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要下跌 跌127点 41,453点 这是最新的数据 首尔综合指数跌2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 和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早段向下 港股方面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是做好 升近100点左右 恒指17,600点左右 稍后对原本回答大家跟进去 跟Curtis King谈谈美国的情况 联主局主席巴威尔一年两天出席国会听证会 昨晚是第一晚 他就经济前景和息率走势 发表言论 通胀已经显著放缓 但仍然高过2%的目标 他又警告 高通胀不是唯一风险 如果减息的力度过小或太迟 都可能会对经济和就业市场构成风险 但同时 如果太早或过度减息 又有机会令到通胀放缓的势头停滞 甚至逆转 至于息口上 他说尽管未能排除加息的可能 但下一步政策行动 看来较大机会是减息的 而近期的数据就显示 就业市场冷却 相信是完全恢复平衡的 对于就业市场 他说劳动市场的状况 已经比两年前显著降温 他的言论发表之后 预期9月啟动减息的预期 就维持在7成左右的水平 葛德斯 你们是否预期9月能够预期啟动减息 以及今年你们的评估是会减一次还是两次 我们都继续维持我们之前的预测 无论之前市场预测减三次 或现在市场预测减一次的时候 我们都继续维持 觉得今年会减两次息 9月份就会开始到第一次 鲍威尔昨天的言论 其实都可以说肯定了这一点 之前你说 虽然他好像两边 有鹰有甲两边都说了 但你说对比最近市场 担心那样东西 觉得今年只减一次息 甚至有机会不减 他昨天的言论 可以说相对来说 是偏向甲派那边 因为你看到之前的言论 一直都很强调要对抗通胀 现在的数据可能就已经有个放缓的趋势 但仍然都需要更多的证明 但你看到他昨天所说的 除了是一味强调对抗通胀之外 都已经说到通胀不是唯一的风险 就要看就业市场 之前一直说要强调 维持高息率一段时间 昨天的论调又多了一句 如果货币政策继续维持在太长时间紧失 会有什么负面后果 可以看到其实本身都一面倒 叫向倾向 就是继续要对抗通胀 叫鸣派 开始都加入了一些夹派元素 如果这样去看的话 其实昨天的言论 相对来说就肯定了市场 今年也有机会 比较大机会减息两次 你见过利率期货反应 9月份减息的机会 都到达到7成左右 当然也要看完 我星期四有个CPI的数据 这个数据跟之前联署局其他官员 除了白威尔之外 言论都差不多是相同的论调 之前一直都说 对抗通胀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有待数据进一步去证明 你见到现在市场预期 即6月份的通胀 核心CPI按年升3.4% 按月升0.2% 其实就和5月份一样 换言之 有进展 不过暂时未有进一步去下滑 我们见到之前联署局官员的言论 都叫有迹可尋 所以你说利率方面 暂时我们都觉得 乐观少看 有机会9月减第一次 今年也减两次 美股就看到持续破顶 标指星期二 今年第36次创出收市新高 市场开始讨论 回调时机和幅度 以及有什么触发点 今个星期开始 美国企业就会陆续公布 那些季度业绩 大摩美股的首席策略师 兼投资总监Michael Wilson 他一直都被誉为是大担有 5月的时候 就曾经转态 看回美股 当时他对标指的目标价 大幅上调 原本他预期是4至头 去到5400点 不过目前看回标指的现价 他转了态之后 看好的都到了价 他说 现在直到美国大选之间 美股出现10%回调的机率 是相当大 他说第三季的走势 美股的走势会相当颠簸 影响的因素 包括选情 企业盈利 和联储局政策 都存在不确定 至于高盛 亦有提及类似的言论 美国企业盈利 如果令人失望的话 8月初美股会面对痛苦的两周 因为美国8月份 传统是全年股票基金 最慢的月份 星期一向客户发表了一个报告 提到第三季资金 已经提持部署做位 买家已经没有弹药 Kurtis 你觉得美股 今年第三季 出现调整的机会大不大? 幅度上 好像Michael Wilson 10%是否符合你们的预期? 我想回调也有这样的机会 但如果真的要回到10% 换言之 你见到标节 要去到5000点边 未必会在第三季出现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 美股面对最大的问题 反而不是企业盈利 比市场差很多 反而就是年底第四季的大选 政治因素对美股的风险更加大 现在市场仍未完全反映 有机会 可能特朗普会当选总统 即所谓的Trump Trade 未完全反映这件事 如果大家开始觉得 特朗普的选情开始占有 甚至真的当选 这件事真正反映在美股上 可能到时候才会有 比较大的回调 单纯去看企业盈利 或者市场的资金流动性 加上我们刚才 尤其是预期9月份 会开始减息 第三季未必会有很大的回调幅度 但到第四季 如果大选真的有什么变数 都不排除有机会 可能标志真的落下5千点 哪都不出奇 现在市场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特朗普的交易 都是关于利率通胀 和债息等等的前景 大家也很开口牌 说到如果当选 都要去中国方面征收六成的关税 就算中国以外其他进口 都要收10%的关税 这件事无疑 就会令到有机会的通胀再升温 而且除了通胀的问题之外 也希望延长减税的措施 这些措施本身是2025年的时候 会到期的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要再去延长减税措施的话 市场预计可能会令到 美国的总债务 升到4万亿至5万亿的水平 换言之 其实都是要将增加法债 进一步有机会推高债息 这两方面其实对股市 是比较大的不利因素 我想风险比企业盈利有显著的倒退更大 所以未来也会继续留意选情 例如民主党会派谁出选 也会左右选举的形势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恒生指数缺乏方向 昨天盘中再度失手250天线 收市跌幅收窄到不够1点 科子亦是做好的 升埋近1% 恒子昨天低开43点 最多跌147点 午后A股显著反弹 带动恒子曾经到升93点 收市是轻微变动1点 收报17523点 国子跌0.1% 收报6275点 科子升1% 收报3600点 大使全日成交来轻微回升到943亿 北水继续录得淨流入 金额进一步上升到365,000亿 中国移动有2亿3千万架北水正入 美团由北水正流出转为正流入 中海游也有1亿8千万架北水正流入 滑控半导体 昨天急升7% 有1亿3千万架北水正入 汇控有3亿元的北水正流出 急升1成的中兴有9千万架北水正出 我和Curtis谈谈过大市走势 昨天看到方向不明确 内地股市昨天的变动都大 因为出现了一个先跌后升的情况 上证昨天开市向下 低位的时候非常逼近2900点 到了午后有一个咬腰向上的情况 三大指数收市都升超过1% 但这个走势未能带动恒指 但科子的走势比较相近 收市都可以倒升至1% 还有恒指看到连续两天 低位都穿过250天线 但收市都能够升回收市 人民币就开始看到 好像出现了一个止跌的情况 Curtis 你怎样判断后市的走势 下星期一就是三中全会的开幕 市场也预期了一段时间 会否划得利好港股的走势 我分开几个问题说 港股现在的走势 其实正在试着关键的支持位 尤其是下星期开会之前 就不适宜做太多偷偷的部署 你看到技术走势上 其实恒指除了250天线之外 还有一条100天线 加上四月中二来的升浪 有个黄金回调比率 0.618水平 都很密集 大约在17,300至17,500水平 现在初步看到它支持 预期有机会存定 但我想后市有几个因素要留意 第一个 昨天为什么A股可以反弹 带上港股可以低位上升 我想市场也会衷敬 可能会有所谓国家队购市 你看到昨天如果真的有国家队购市 似乎看到方式和之前不同 我想有机会给市场多一些信心 我等会更留意 明显